最近法国是蛮积极的 有没有马上6月22号到23号 在巴黎要举行一个新金融公约峰会 邀请了很多国家领导人讨论什么 讨论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改革等问题 改革什么意思 就是现任不好 我要让它变得比较好一点 所以预估有40多位国家的元首跟政府领袖会出席 李强马上就要过来 李强会参加 我看到美国出席名单好像是叶伦会来 然后除此之外 马克宏还有一个动作 就是北约的秘书长要换届了 对不对 这个本来说要由英国的国防大臣来出任 可能性很高 马克宏阻止 马克宏反对 你知道英国很生气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直接标题上就写 马克宏反对 然后电讯报说 因为法方认为这个职位应该由欧盟国家人士担任 但是英国已经退出欧盟了 马克宏无权充当北约的造王者 这个做法像是对英国脱欧的报复 缺乏判断力 英国保守党的议员说 在国防问题上最不应该对我们指手画脚的 就是法国人 所以从刚刚马克宏 我们看到马克宏最近动作很多 从金砖到举行这个峰会 到反对这个北约秘书长英国所提出来的人选 马克宏要干嘛 马克宏的野心是很大的 他是代高乐主义的 这个最崇拜的代高乐主义就是 欧洲要在所有 不法国要在所有重要的国际事务上 发出独特的声音 以及自己独立的作为 这就是代高乐主义的精髓 那你说他今天 在重要国际事务上 他做出了不一样 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做出了独特的作为 你看对这个 不管是对NATO的这个秘书长 还有对他参加金砖国家来讲的话 不是都是代高乐主义吗 本来我法国就是以我法国的利益 然后我法国身后的这些小兄弟的利益 为出发点 干嘛要做老二 跟着美国走 跟着德国走 跟着英国走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马克宏今天讲的战略自主 他就是有他的做法 让人家觉得他不是在那边 空谈一些原则跟理论 所以马克宏事实上他是有作为的 那也就是说他在战略上 事实上他就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战略迈步 一个G20的 G7的一个国家的领袖 去参加金砖的 这个很有创意 而且显示出他有领袖的风范 所以马克宏不要小看他 法国也不要小看他 法国的国际政治的学者 跟国际事务的总统的顾问 对国际政治的掌握跟操作 都是世界一流的 只是他们被美国人压得死死的 可是问题这一回马克宏找到机会了 我觉得他会有更多的作为了 而且他现在切入点 都是非常精准 新金融公约峰会 他为什么要开一个新金融公约峰会 他要检讨多边金融机构 那个应该是契约 契约 他第一个 他叫做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 融资契约 这个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问题 这跟联合公秘资契 讲的是同一件事情 它要怎么样 它要美国今天在23年后 霸权建立在两个金融机构 一个IMF 一个World Bank 世界银行 IMF跟World Bank 美国还掌握很多区域的开发国家 开发银行 比如我们亚洲开发银行 就是美国在叫了日本人在那边 在那边做庄 做了这么多年 你拿过他一分钱吗 很多国家拿不到钱 LDC 所谓Least Developing Country 就是说最发展最差的国家 现在是越来越差 那你当初你这些世界银行 不就是要用富人的钱 来协助这些开发中国家 能发展起来了 几十年过去了 快一个世纪过去 有什么成效 所以现在叫 马克宏出来召集这个会议 他是有国际 能够得到国际社会 普遍的支持的 而且现在比较 说实话 不管在利息上 还有贷款的条件 还有贷款的项目上来讲的话 这个金砖国家的新开发银行 还有一带一路的 亚洲开发银行 一带一路的开发银行 都比美国主导的 World Bank跟IF表现得好 都表现得好 所以事实上西方国家 过去用银行 用这个钱 用资本来控制 整个世界秩序的 这个已经快要过去了 因为中国大陆领导 跟这些开发中国家 过去一起领导的 这个国际融资的 尤其对开发中国 要融资的 这个金融机构 现在表现远高于 美国领导的这几个 所以就是说 美国跟西方所 领导的全球的金融秩序 正在瓦解 马克宏 我们看到他举行这个峰会 当然这个李强 也道理要参加 然后另一头 我问亮哥 那就是这个 邀箱呼吁 联合国秘书长也发文 IMF跟世界银行 是时候纠正 长期以来的错误 错在哪里 还有根植于 现有的国际金融架构中的 偏见不公 呼吁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然后美联社也报道 他在这次80峰会前 发表这个关于 就刚刚讲 这篇文章 非常的不寻常 所以哪里有错误 偏见是什么 不公是什么 要改什么 因为现在世界银行 能够提供融资 超过10亿美元的个案 屈指可数 然后利率又比中国高 中国事实上提供的 主权贷款的基建案 它的平均利率 只有1% 或者1点多 那这个IMF 主要是世界银行 IMF是做危机处理的 那个世界银行的贷款 都是2 3以上 那如果是欧美的民间的金融机构 都是5%以上 那因为这个有一个个案 我认为马克宏他是投资银行出身 而且他大学是念哲学 坦白讲都要卸证了 已经不能再连证了 这个很有使命感 我觉得他是看到了一些现象 比如说这个新冠之后 那个时候G20有通过一个 就是要全球债 债务的一个 我们叫做一个特殊的一个方案 要帮那些第三世界国家 做一些处理 那中国大陆占了全世界的债权 大概30% 结果中国大陆处理到63% 那另外70%就是世界银行 还有欧美的金融机构 他们占了70% 结果他们只处理了2% 两个percent 那马克宏这一次开这个 新全球融资的契约峰会 他是讲了一个口号 他说为可持续性的未来 提供融资的方案 就是气候变迁 因为第三世界国家本来就没有钱 那你现在要人家做 因应未来绿能减碳 这一些部署 那钱从哪里来 你如果从既有的世界银行 或者是欧美的各银行机构 那显然是弄不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